杜苏瑞的威力台东很有感 而台东社区暴雨不断 整条马路变成水路 尽管提早清理排水沟 还是抵挡不了好大雨 而里长也坦言 这边只要遇到大雨就会淹水 而这次好大雨带来的淹水情况 也希望市工所能够赶紧协助辟设排水道 不要再让居民担忧了 杜苏瑞台风威力不容小觑 东部地区首当其冲 大雨狂炸带来间歇性的好大雨 机车半个轮胎沿在水里 已经奋不出这是马路还是河 几乎都已经快要看不到路面了 大雨来袭居民苦不堪言 当地里长说 台风来之前就已经有通知 相关单位来清理排水沟 但是这场雨实在下得又大又快 到下午大概五六点开始 一阵雨来的时候 就开始慢慢淹水了 那水有到膝盖那边 有下大雨它就会稍微淹 它水会溢出来 如果没有下雨的话 大概十几分钟 它就会慢慢慢慢就会泄下去 那因为我们知道都会这样嘛 所以说如果有台风要来 我知道台风要来的时候 我都会请施工所来通水沟 那县政府一样也会请它来做一些 那个措施 尽管提早清理 但还是抵不过台风带来的好雨 在回渡苏雷台风结构完整 没有经过中央山脉的阻隔 来势汹汹 在台东带来灾情 而在根深北路附近 也出现了淹水的情形 整条路都流着带着泥沙的黄水 那一浙可能前面那边 海水做得不好吗 每次下大雨不用台风 就会淹的啊 部分水积到小腿肚 居民抱怨 当地每逢下大雨一定会淹水 已经好几年了也反应过 但淹水情形依然发生 这令他们非常头痛 只好赶紧做准备 减少灾情的发生 也希望这次的好大雨 施工所能够赶紧处理 不要再让我家门前 有小河的清新再次上演 记者杨芷轩台东市报道